耶稣同门徒一起吃晚餐食 心神烦乱 就明明地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你们中有一个要出卖我 门徒便互相观望 猜疑他说的是谁 门徒中有一个是耶稣所爱的 他那时携衣在耶稣的怀里 西满伯多禄就向他示意说 你问他说的是谁 那位就紧靠在耶稣的胸膛上 问他说 主是谁 耶稣答复说 我沾这片饼递给谁 谁就是 耶稣就沾了一片饼 递给伊斯加略人西满的儿子 犹达斯 随着那片饼 撒旦进入了他的心 于是耶稣对他说 你所要做的 你快去做吧 同席的人 谁也没有明白耶稣 为什么向他说了这话 不过 有人因为犹达斯掌管前囊 以为耶稣是给他说 你去买我们过节所需的 或者要他给穷人施舍一些东西 犹达斯一吃了那一片饼 就立时出去了 那时正是黑夜 犹达斯出去以后 耶稣就说 现在人子受到了光荣 天主也在人子身上受到了光荣 天主既然在人子身上得到了光荣 天主也要在自己类 使人子得到光荣 并且立刻就要光荣他 孩子们 我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了 以后你们要寻找我 就有我曾向犹太人说过 我所去的地方 你们不能去 现在我也给你们说 西满伯多路问耶稣说 主 你往哪里去 耶稣说 我所去的地方 你如今不能跟我去 但后来却要跟我去 伯多路向他说 主 为什么现在我不能跟你去 我要为你舍掉我的性命 耶稣答复说 你要为我舍掉你的性命吗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鸡未教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我现在他们还难以来 一下雨 不疑 称愿 不认我